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顯的轉型回溫了 請大家好好把握週末的好天氣 預計各地因為受到催南風的關係 中午的溫度會上看30度以上 請大家注意了 這個就我們春天的天氣來說的話 就是有一點炎熱了 週日晚上開始 微弱的封面開始掠過 會有一點影響 請大家留意一下 不是降溫太多 偶正雨而已 北部比較明顯 下週持續是略為穩定偏暖的天氣 大家可以看得到台灣的上空 在這一兩天明顯的變化 現在台灣這邊水氣明顯減少 開始有南風開始出來了 預計週末這兩天 是屬於吹偏南風的天氣 非常的穩定溫暖 請大家好好珍惜 不過北邊有封面 大概在禮拜天晚上到禮拜一二的時候 略過北台灣 偶有一些局部的陣雨 不是算太多 大致上未來這一陣子都是穩定的 吹得偏南風 一直到下個禮拜週末的時間 預計下個週末 禮拜天可能有一道封面會接近 不過這波可能比較強一點點 後面也有一點冷空氣 但是多強雨水多多 還有一些變數 這兩天要注意空氣汙染 西半部由於本地的大氣非常穩定 本地的汙染加上有一點境外的汙染 累積在一起 所以西半部未來這兩天 都要注意一下空氣汙染的問題 大致上今天晚上到明天 其實都是慢慢在回溫當中 北邊稍微日本韓國這邊 還是有冷空氣在醞釀 我們這邊都一直持續的很溫暖的天氣 未來這個禮拜都是如此 當然下禮拜可能就有冷空氣南下了 不過這個有待觀察 這幾天白天的高溫在北部或西半部 都有可能接近到30度 清晨的溫度都是19 20度 是有一點悶熱的天氣了 不過大多數時間是很舒服的 請大家好好把握 南部也是如此 都是相對的都是穩定的 非常舒服 春天的感覺越來越強了 請大家好好把握 哪裡會下雨呢 大概就禮拜天晚上 在宜蘭還有東北角 那禮拜一也有一些封面越過 東北角容易有一些局部 短暫陣雨也比較陰沉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好好把握 周末的好天氣 可以趕快洗衣曬衣 不過就要注意空氣品質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